突然发现原来我认识的人几乎都结婚 我已经忘记了我有多少次可以结婚的机会 只要我稍微改变念头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单身了 其实也听过不少次 我的朋友对我说 真相悟你的单身你的自由自在 生活不管你选择了什么 只要怕它过好就可以了 就没选择的对错吧 爱自己拥有的不管是一个家庭 还是一个人的自由 别说了结婚 有时候我都觉得重新开始认识一个男朋友 都感到 一个不小心 天黑了 我才发现自己饿得晕晕的 原来午餐都忘记了 这个日疫情 害我好久好久都不敢吃余生了 现在也不管了 今天香港的朋友也去打第三次疫苗了 然后呢 他也在那边买了 舒适吃 我打完珍宝货回来呢 我就想你给我看那些寿司 就因为你才令到我要去买寿司 刚刚那个车站呢 回来呢 那个总站呢 有一家专买一些寿司 我就哎 整两盒先 不管你三七二十人 不要只是你有吃 还是吃你的头 我都要自己吃一下 朋友间时常分享吃了什么